香甜圆糯的老南瓜 朋友们你们都喜欢怎样做来吃啊 今天铁头用它来给大家分享一款 小时候吃豆怕的速烧南瓜 这个南瓜的头尾 给它去掉些 我们把南瓜破开来去皮去囊 土种老南瓜 肉不是很厚的 我们小时候吃南瓜 基本上都是速烧的 没有肉的 那个时候条件是没那么好的 偶尔有点肥镖来炒一下 那可是测试了 瓜皮给它切掉 老南瓜的瓜皮有硬 切好皮后再来给它改刀切小一点 大小均匀一点 来一把蒜把它切粒 炒南瓜少不了大蒜 葱白给它切一点 葱花切好另外放 把锅烧热倒点油进去 有猪油的话就是最好了 先放过葱蒜爆香 接着倒入我们的南瓜 炒南瓜 我们记得先下盐 这样它的水分粗的快 不用加水啊 直接给它生抽 炒的差不多了 我们给它整点生抽进去 生抽不用太多 一小炒左右就可以了 一直大火给它翻炒 五分钟左右也就差不多了 关火出锅 装好盘后给它整上点葱花 一份香甜远路的树烧南瓜就做好了 小时候的味道 营养丰富又健康哦 平凡又美味的一道椒肠菜 喜欢的朋友记得收藏起来了 我们下来看看 我们下来看看